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相信很多老會員朋友都知道 就是我們每次來這邊直播 訊號都非常非常的差 然後我最常看到的就是 下面的人說Lag卡住沒有畫面 然後大部分都是看到卡這個字 所以呢我學聰明了 所以只要來這個地方直播我就不直播了 我們現在直接用錄影的方式 等一下散步完回家 我們再上傳到YouTube頻道 這樣大家看的會比較舒適一點 不用在即時的時候看到畫面卡住啊 一些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給大家高清流暢版的 今天是我爸媽出國的第一天 那他們出國他們好像去大陸玩吧 去山東還是哪裡 然後反正就去八天 那這八天呢 三寶他們就是跟我們一起 然後就是 平常呢平常的作息是這樣子喔 就是有一些新朋友可能還不知道 平常作息就是呢 三寶他們白天都會在店裡 那晚上九點過後呢 他們回到家 是回到我爸媽的家 因為我跟我爸媽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我爸媽呢他們有 有一間房間 然後三寶都是睡在他們的房間裡面 然後現在我爸媽出國了 變成三寶現在就 直接來睡我 我跟我妹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晚上就會比較熱鬧一點 所以這個禮拜 喔唷我到達了那裡 所以這個禮拜呢 整整八天的時間 我們就是三寶下班後呢 就是拖鷹的部分 就是還是要交給我們 然後直接給他 就不用講 好那今天來這邊幹嘛 我看來帶了一個黃色的飛盤 這飛盤非常的耐咬 你看大大已經迫不及待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等一下 這個飛盤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啦 你聽我講我還沒要丟 你聽我講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還有準備一顆球 所以我今天會非常的忙 那今天你們發現 為什麼只有我而已 我沒有我妹 我妹在整理店裡 然後店裡呢 因為我爸媽出國 所以店裡還是要有人固店 雖然還有洋蔥喔 但是呢 還是我妹在整理家裡面 所以就我今天自己單獨 帶他出來 比較忙一點 因為我要cover的是這兩個屁孩 一個就是我們的 嘟嘟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大大 欸大大給我 給我 好大大最愛 這一個飛盤呢 是目前為止喔 最耐咬的 因為它是有點像是 你知道那種塑膠 那種軟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的材質 這是很耐咬的意思啦 好 先把多多 來大大還我 還我 還我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逼我出腳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我啦 你還我啦 你飛盤不是這樣玩的啦 大大 等一下 我只有一隻手好累喔 然後另外一個屁孩又回來了 等一下 丟遠一點 好 然後你 等一下 我們先再來看一下我們久久 久久也要滾了喔 剪腳第一名 預警紅金堡 喔 爽喔 喔 舒服舒服 然後大大呢 他就是 要滾著這個飛盤 等一下啦 大大飛盤不是這樣玩的 飛盤是要我丟你去撿 不是你這樣一直咬我要跟你拉扯 好累喔 然後多多又去撿石頭 來 來我跟你講 來等一下 好 對對對很好 飛盤是這樣有沒有 欸不要踢我 他整個飛上來踢我肚子 等一下 飛盤是這樣子 來 我跟你講 飛盤齁就是我現在拿很高 你看大大在這裡 然後呢我拿這麼高 好 飛盤是這樣子齁 來 大家準備 射出去了 對 然後大大你要去撿飛盤 然後多多你也是 多多你去撿球 好累喔 這兩組屁孩 體力無限 快點 快點 大大終於咬到飛盤了 然後多多也咬到球了喔 這個是我理想中的畫面 但是呢 為了想要爭取這個畫面給大家看 我花了非常多的體力 來 來再一次 再一次 多多去 來大大你等等 大大你等等 大大現在要幹嘛 他就是像玩衝的原理一樣 他要你跟他搶 你看他現在要後退 你再後退一點 大大你再後退一點 你在後退 你看多多啦 我球丟出去 他不想去撿 他只要給我趴下來休息 然後大大 現在他想要 就是玩衝的 就是 我一拿他就馬上咬 你看 還沒還沒 後退 來後退 後退 後退 來大大後退 往後退 大大來後退 等等啊 等等啊 你聽人說話嗎 小小子 整個飛盤都是口水 欸 不是這樣算啦 好累喔 我發現呢 多多這個時候還好處理一點 你看多多 大大因為拉力非常大 所以 跟他拉扯真的是一個 非常健身的一件事情 好啦 大大大 你聽人說話好不好 你可以聽人家講話嗎 對 你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動他 欸欸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玩 我後退 你看我後退 你也後退 沒有沒有 不是啦你聽人說 真的是一個很難教育的問題 有有有 你聽得懂後退了對不對 再後退一點 再後退一點 欸 算了我有點放棄耶 哈哈 來我跟你講 你看喔 他尾巴是搖不停的喔 啊誰來了 喔呦 老爺來了喔 你後面要黏一塊樹葉 然後多多 多多你把球撿回來 我剛剛把球丟出去的 你把他撿回來 然後我現在在講的同事 欸欸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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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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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喂啊 等一下 啊 啊 我搶到了 哈哈哈 喔 跟各位講 你們不用花大錢去什麼健身房 也不需要請什麼私人教練 我就給你一個飛盤 然後你每天呢 我們的大大教練陪你 他可以訓練你手背的那個 肌肉的拉力 然後呢 如果你兩隻手跟他一起拉的話 還有腿力跟核心呢 也會用到 或者是我們這裡有韻律 韻律教師的老師 教你如何在草地上翻滾 然後是屬於舒服的 好 然後這裡還有網球老師 可以教你如何追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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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嗎 來 來大大準備 去吧 丟歪了 來 多多來 換你 去吧 來啊 大大飛盤咬回來 就 哈哈哈 他咬回來這個畫面是可愛的 但是呢 當你要再把他嘴巴裡面這個飛盤拿回來呢 那是痛苦的 很不想去面對的一個事實 好啦 來來你幫我講一下 跟你兒子講一下 你知道 一個人就只有兩隻手 我一隻手呢 我要拿著穩定器直播 然後多多你看我球丟出去他又不撿了 然後一隻手呢 要cover這三個 這三個屁孩 等一下 等等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沒有啦 飛盤不是這樣玩的啦 飛盤不是這樣玩 飛盤是我丟你撿的 你有發現大大那個拉力非常的大喔 因為他從小就很喜歡這樣子 他的嘴巴呢 天生設計就有點像鱷魚 所以他在咬東西咬合力非常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因為他前腳是O型腿 所以 你看 頭打他了 生飛反正要頭打他了 各位 各位小朋友要記得齁 小時不讀書長大變大大喔 所以小朋友要記得多讀書齁 然後多充實自己 不要像這樣子齁 這樣子叫自己都沒笑了齁 小時不讀書長大變大大 呵呵呵 好啦好啦大大再滾 滾滾快 再滾 來多多來 來 球給我 球給我 我現在要有一個企劃 我假裝把球丟出去 我丟出去以後呢 大大一定會分心 我就可以順勢把這個飛盤搶到手 來多多去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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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差一點被搶 差一點被發現了 等一下啦 還我啦大大 呵呵 就這樣 就說 你來再灌一下好不好 你兒子的飛盤都不會還我 大大飛盤不是這樣玩的 啊多多你不要在我雞雞這邊咬 喔好累喔 真的好累 看一下現在才快九分鐘 我的手呢 現在昨天 因為昨天又有去上健身課 所以 基本上 肌肉已經是非常的疲乏 然後現在還要跟這一個鱷魚呢 比賽拉扯 然後還要丟球給這一個 另外一隻鱷魚丸 現在好累 好啦不要在我雞雞這邊咬球啦 好 多多 你看喔大大在這邊 我的計畫是這樣 我用側頭的方式 就是把球丟出去 然後丟出去的時候 下來順便把飛盤拿走 好 這個是我的 好準備開始喔 我希望直接 Tag大大這邊好了 好 多多去吧 哎呀呀 差一點差一點 被守門員看到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啦 你還我啦 你還我 你看你爸在那裡 你爸已經坐在那邊休息了 你不要這樣啦 飛盤真的不是這樣玩的 大大 我想要的畫面是你可以 去追逐飛盤 然後咬回來給我 這樣很美 好不好 你看像多多這樣 去 去吧 在這裡 哈哈 拿到了 我拿到飛盤了 耶 來來來 等一下 等等等等 你聽我講 好 飛盤現在拿這麼高 拿這麼高呢 大大應該就不會造次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呢 就是要來做一個 甩出飛盤 讓大大 等一下等一下 不可以偷襲 聽我講 讓大大 接回來 然後多多你不要在我雞雞這邊咬球 等我一下 好累 好最後一次啊大大 最後一次看你接飛盤的畫面 好不好 各位觀眾 好好珍惜這難得的畫面 等一下你們有沒有看到大大把飛盤咬回來 可愛的畫面 好 去吧 來 俏俏給我 俏俏給我 去吧 好 快點快點咬回來 咬回來 兩隻一直咬回來 這畫面非常的難得喔 大家好好珍惜 好 快點 欸大大 大大一回來就壞掉了 哈哈 好等一下 等等啊 等等啊 好多多你不要在我雞雞這邊咬球 等一下 好 好了 真的是一個非常累人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呢 那個 那個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我們那個 那個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了 我們要回家了 我這個一個人呢 一個人真的沒有辦法hold住三隻狗啊 好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啊 今天的我們的飛盤呢 依然是完好如初 但是我的手背呢 已經被大大操到 已經 有點 有點快要抓手了 哈哈 我這隻鱷魚太可怕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拜拜